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笑而不达吗 我当然不会 我想蔡英文跟赖清德大概也不会避而不达 也避不了 也一定要达 对 但是先前曾经有问 因为现在他们也搞不清楚这个蛋跑去哪里 所以他也在查 所以我们将心比心 现在总统跟副总统是热锅上的蚂蚁 没有人愿意看到说整个蛋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搞得这么复杂 那陈其仲要不要辞职 那是他个人要不要承担的问题 我认为他这个时候不宜辞掉 为什么 把他搞清楚再走 外传说是因为苏生山保他 我也不觉得苏生山这个时候 我也会去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保他的人就赔账了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事实上这件事情都弄得太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太神奇了 你说神奇蛋 我从来没有听过蛋可以包蜡可以喷膜 喷蜡包蜡 我从来没有听过 我活到现在也六十几岁了 吃蛋也吃了六十几年了 这个怎么可能这个样子 那个成本有多高啊 对不对 你又要卖便宜 然后又要把它当手机包蜡 对不对 那个多贵啊 对啊 你以为要包就可以包啊 对不对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当初缺蛋的时候 有人起了歹念啦 你看那个时候大家在抢蛋你记得吧 说你有蛋你分几颗给我啊 抢蛋啊 那如果说我搞一批蛋进来那不得了啊 对不对 可以做人情又可以赚大钱 起了这个坏的心眼 那可惜就是说他买到的 或者说他跳下去的不是一个金矿 而是一个筛捆啦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蛋这种生鲜的东西啊 就要特别小心 我举一个例子啦 台湾的凤梨外销啊 天呐很简单嘛 吃不去就不去国家的 我跟你讲啊 一个礼拜烂掉啦 对不对 烂掉啦 为什么说当初我们这个推外销的这个农产品 特别是翁来的时候说什么烂心啊 黑心啊 这个生鲜的东西就是这样子啊 你全程 你说我要冷练要怎么样 怎么可能嘛 现在啊 续产位到底花多少钱去做这个仓储 这有没有算在这一批蛋的这个成本里面 他现在一直都还在付仓储费啊 赶快销毁吧 不是五千多万克 而是一亿啊 超过一亿 就是储存的还有代销的 全部通通处理掉啦 不可能再上去 第一要做 第二 市面上架上的所有的蛋 只要是外国的蛋通通下架啦 进屋又要回家而已啦 没有什么了不起啦 让民众放心正常的这个蛋的这个消费嘛 你让蛋的这个市场进入一个正常化 否则的话你会害死台湾的这个蛋龙啦 如果变成大家不敢吃蛋啦 不是每一个人吃蛋都是去架上挑蛋来吃啊 你说的早餐店啦 午餐店啦 便当啦 什么荷包蛋啦 那有荷包蛋我不要 对不对 那那完蛋啦 台湾的蛋会自销啊 你知道吗 第三个就是说液体蛋啦 这个时候要列管 因为液体蛋没有办法查来源 我跟你说啦 台湾液体蛋业者 买车贵三斤啦 你这个有这么难吗 对不对 那你自己的蛋 不管是从哪一国来的 你卖给谁没有记录啊 这个这个要 我说实在 连总统副总统 现在还是 打磨码的时候 怎么会碰到这一群 你到底是在帮忙 还是在扯后腿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